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期待这一段视频可以引起你的公民 那么我们来先看看最近的一些信息 第一个就是安利Vigo即将要上线 也就意味着安利Vigo会给我们的业务更大的帮助和支持 但是安利Vigo是基于我们的移动互联数字化 以及微信为基础的一个业务操作模式 那就令我想到了 如果我们自己的微信没有打造好 即使安利Vigo来了以后会对我们有多大的帮助呢 如果我们的朋友圈非常的凌乱 我们的好友看到我们朋友圈以后 是不是会留下来还是会离开 所以安利Vigo的产生倒逼我们来思考 我们是否要回头来打造好我们的数字化的移动互联的 微信为基础的安利事业的平台 京东介入了安利的物流 事实上可以看出安利公司的决心 这个对接导致我们整个安利未来的线上购物的体验变得更好 因为京东的电商的物流体验非常棒 也就意味着安利已经在线上的移动电商的购物体验方面下了大的决心 它在暗示我们我们自己的安利事业 有没有在移动互联移动电商这个领域进行布局 如果我们的很多顾客还只是过去的线下顾客 也就意味着我们跟安利的步伐拉开了距离 那么网购的数据已经显示在各个城市都是75%以上的 我们基本上很多的营销人员包括我自己 我们都是用网购的方式来下单和办理加入 但我们有没有思考过 我们的很多的办卡和下单的顾客和伙伴 都是原先我们线下认识的人 为什么我们可以用移动互联网和互联网下单推荐办卡 能不能用移动互联网去建立顾客建立伙伴 如果有我们的市场是否会打开 因为今天在移动互联网在微信平台 9亿人在活跃使用 这么多的人中 多几个来做我的顾客 你的顾客 我觉得完全是有可能的 徐兴是今日集团的一个负责人 他们这家公司每年都会做出一个市场的报告 谈到8090是一个消费主力 同时又是互联网的重度用户 那回过头来讲也就是70后60后50后 他们不是消费主力 他们不是移动互联网和互联网的重度用户 那我请问你你手头的用户是不是很多都是70后60后50后 如果他们不是消费主力意味着未来你的生意是在往好的方向走还是往缩减的方向走呢 所以今天我们可能要思考的是我们要让更多的80后90后 00后进入我们的顾客群 进入我们的创客群 成为我们的用户 因为他们也都是互联网的重度用户 如果我们自己对互联网对数字化不了解 我们无法跟这群人去交流和对接 曾明是这个湖畔大学的教育长他说了一句话 营销的模式是把内容互动产品服务交易合在一起的一种新模式 所以今天我们在从事任何事业的时候 我们要考虑的不仅是买与卖的关系 要考虑的是如何让内容更好的送达到 还不是我的顾客的内权的手上 能够跟他产生更多的互动和参与 能够让顾客的服务显得更能够贴近顾客的需要等等 这一切我们的生意才会真正的好做 而不仅仅是过去的一个单项的信息传递的一个过程 马云说互联网已经是基础设施 并且未来30年属于那些用好互联网的公司 事实上我们每个安利的创客都是一个老板 任何一个安利创客都是一个企业主 任何一个安利创客事实上都是在经营一家自己的公司 那么这样一句话告诉我们 如果未来30年我们不用好互联网 我们自己的这个企业真的没有办法有更长足的发展 移动互联网时代它有个重大的特征 就是让别人来找你 我们安利事业有个重大的特征 就是什么 就是跟进 我们很多的生意的期待 都是我们的高超的跟进技术而产生的 甚至它兼职 它移动中都可以随时可以跟你一起参与到这个生意去 并且很重要的是 所有的8090和00后都在使用这样的一个硬件 所以未来的生意一定属于是新安利人的机会 当然了如果我们都是老安利 我相信我们也需要不断的更新 如果你愿意更新一定会有很好的发展 那么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两个 一个是体力的竞争 一个是认知的竞争 认知的不同导致企业的好与不好 我们自己在创业 我们想让未来我们的自己的这个创业变得越来越好 我们也要不断地提升认知 诺基亚为什么输给苹果 诺基亚认为我们要生产一个可以上网的手机 而苹果认为我们要去生产一个可以打电话的电脑 就是因为这个认知的不同 而导致他们企业在未来的发展出现了很大的变数 最后诺基亚几乎今天已经没有办法买到他的手机 而苹果成为一个巨大的企业 这些都跟认知有关 那么我们自己每一个人在创业的过程中 我们的认知也决定了我们事业的未来 所以在这里呢 跟大家分享了认知的一个基本概念 那么今天跟大家谈的这三个部分 第一个谈到是互联网至于安利 它到底意味着什么 事实上无论是生活 学习 社交 消费 创业这些场景 我们在手机上已经都有人完成 你有没有想过你的这个手机不仅可以消费 还可以创业呢 你有没有想过用你的这部手机 可以在各种各样的场景中 使得你的生意无孔不入 我们在创业的过程中 我们要考虑的是如何熟悉这个工具 那么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会感受到很多伙伴跟我说 哎呀这个严老师 这个我们以前也做了这个生意 当然也用手机数字化来去做 但效果真的不是很好 我想告诉你 如果你是一个步兵 你今天给你一匹马 不代表你就会成为骑兵 还从马上甩下来还骨折 还不如走路了 做步兵了 但是问题是如果你花一点时间 学习如何驾驭这匹马 你会骑马之后 你的速度肯定比步兵要快 所以你一开始学习如何用手机 你没有学 你无法操作 当然是没有效果 如果你花一点时间系统学习 它的效果完全是不一样的 同样 有一次我一个朋友 到我的城市来跟我交流 然后请他去吃饭 因为很忙 我们就去吃了大娘水饺 他说大娘水饺不好吃 没有我们家水饺好吃 事实上大娘水饺做得非常成功 虽然我们家的水饺比它的好吃 但是为什么卖不过它 其中有个重要的原因 人家是商业化的 每一个细节 每一个环节 从产品到流程 从流程到品牌 都是打磨过的 是商业化的 今天你用一部手机 用它消费是不用学习的 但你用它创业一定要学习 因为你要在这个生意中 获得利润 创造财富 它一定是一个学习和打磨的过程 今天给大家三个要点 一个是你在用数字化 经营你的生意的过程里面 你要准备一个笔记本 这样你才可以记得很清楚 每一件事情你不会忘掉 否则你关闭手机的时候 发现一天什么事情都没有做 这是很多人没有养成良好习惯 去做数字化安理的时候的一个 很困惑的地方 第二个是你要有固定的时间来做 今天你做数字化的安理不代表 你过去的安理全部丢掉 不仅不能丢掉 还要加强 在原先安理做好的前提之下 每天拿出一个小时 一个半小时 专门用手机 用微信 来运作你的这个生意 不是把过去的安理丢掉 我们来做数字安理 是过去的安理持续 在这个基础之上 然后再增加一点固定的时间 持续做 时间越长 效果越好 第三个一定要有目标感 如果你没有目标 你做的所有的事情 都是没有意义的 一旦你有真正意义的目标 这一切才会成为事实 因为你耐用什么标语的事情 多nun多尝尾